田县 下官在 我来问你 明案一问游县 再问周福 你青田县为何不判呢 此案前任经手 下官未曾染指 可有文案 下官也曾问过刑房 没有文案 荒唐 既是经手案件 为何不留文案 皆是前任所为 下官也不明就理 传处周福 传 处周福 任意带到 戴罪关身 服役建国大人 处周福 你可知罪啊 下官知罪 处周福 本官告诉你 你贪腐一事 本官据实上奏 今日堂上只问张青一案 你要据实回答 下官不敢隐瞒 你凭什么判断 那江家燕就是杀害丈夫的凶手 大人 当您并非下官亲自审理案情 是那同伴张忠义承办主审的 那在落案状上用印的又是谁呢 本官问你话呢 正是下官 人命关天 当时有无复合 没有 事后可上报刑目 也没有 既无复合又不上报 你凭什么敢用印呢 这个 实话实说 本官告诉你 我念你现在还是官身 给你存些个体面 如若不说实话 定不容惊 下官愿说 那就从实招来 大人 当年张通办 送了五百两文银 说是销毁了文案 就没人再来稽查此案 不判死罪问斩 就不用上报朝廷 你收了那银子 收了 你做的好官哪 下官知罪了 下去听赛 是 传 处中府 原通判张忠义 传 张忠义 是 人法张忠义带到 大人 腿背夹了 屁股烂了 不能给大人您磕头了 罪值 告罪 那你就趴着说话 罪值 谢大人恩典 张忠义 可惜了你这个名字呀 你糟蹋了这忠义二字 谁说不是呢 只要这次能不死 罪值就改名 叫自新 还求大人 给小人瞧生路 那是后话 今天在堂上 你先如实回答 本官的问题 问啥说啥 半句不假 当初 那命案一出 那张德发 就请下官吃饭 给下官两千两银子 让我到县里 提掉此案 自行结案 将 将那江家燕 做成凶手 为此 还专门派人 挖出江家燕尸手 焚尸灭迹 制造假死悬念 之后 又追加一千两 要我 没收江城家财 赔偿 张青之死 狗官 你害我一家好惨 你上天害理 你敢千刀万刮 你连我闺女的尸丑 都不放过 郎辰哪 你怎么不打来 屁死这帮狗官 带人哪 你先冷静冷静 来啊 把张忠义带下堂去 是 大人饶命啊 行了 大人 大人饶命啊 饶命啊大人 传 人犯张德发 骑张王室上堂 传 张德发 张王室 是 是 还不跪下 人犯再到 人犯再到 张德发 小明在 睁眼看看 原告你可认得 小明认得 他告你谋财害命 大人 谋财是真 害命 小明可不认哪 好 我来问你 那张青 可是你的儿子呀 对 张青 那小明之子 他前来清田冒亲 你可知道 小明知道 小明曾经劝过他 不可如此 可俗话说得好 儿大不由地 我 我是管不了他呀 这么说 是他自作主张了 对对对 他是自作主张 好 我来问你 当年江王两家 口头一亲 你可在场啊 小明在场 张青又在哪里 十年多的 这 这 那定亲的玉佩 你不交代底细 他是如何知道 作何之用啊 这 我再来问你 你既然不知道 张青前来冒亲 那你为何又要 签家临先啊 大人 小明是后来才知道的 张青后来 你家里通了阴心 住口 杏口四皇 无边乱葬 来啊 在 对 给本官取那头号的 短家棍来 是 招是不招的 大人 招 我全招 大人 我已年迈 我受不了这苦行啊 大人 我都说 我 不错 张青冒亲 是小明诸史 小明当年 看见主人一家病死 并无遗留 所以起了贪心 万丈 你是说主人一家病死 大人 那不是病死 还是小明害死啊 大人 你说话 可要有凭证啊 好 你要凭证 本官就给你个凭证 来啊 是 传王恩继上堂 是 传 王恩继上堂 小明 王恩继 见过大人 起来讲话 谢大人 王恩继 把你的经历 在公堂之上 说给大家听听 是你 你还活着 对 我还活着 四年前 他让那张青 随我去采办货物之时 中途将我推下神崖 是一个采药的山奴 救了我 你 你胡说 是你自己不小心 交财三谷 住口 接着讲 这只是你通遍我王家家财的第一步 我爹娘 得知我意外身亡的消息 悲愤交加 得了重病 而你 又私自在郎中开的药里下了毒药 堵死了他们二老 你血口被人 你胡说八道 你说 是我碍死他二老 你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就在这儿 我在药龙家里养伤期间 也学到了药理医术 回到家乡发现人去牢空 我爹娘 便哭 而他一家又早已搬离 我心中动感蹊跷 便细心盘查 我找到了看病的郎中 拿到了他当年开的药方 又去药房查问 药房的人给了另一副敌方 就是他当年开的方子 我仔细对比两个药方 发现里面多了一味 郎中开的药方中 有人参原是滋补之药 他却私自加入梨卢 人参烦里卢两两相加 把一副原本治病的药 变成了毒药啊 你 在当 在当 大人 这垂树在当 大人 大人 他连手郎中和药房的人 一起来陷害药民的大人 放肆 法文继 我问你 你既然知道他害死你父母 你为什么不在当地报官呢 我是想报官 可他一家迁离当地下落不明 为寻找凶手 我辗转来到杭州 在一家查死摆摊看华 听人们议论起青天发生的奇案 才知道张庆冒我之名前去接亲 并遭杀害之事 我想到张庆亲手将我推下悬崖 原是重要人证 书记已被灭口 于我不利啊 再看到江老婆反复上诉 都没有结果 我知道这张德发 既敢杀人灭口 定已得到婚夫赵友 我贸然出头 必遭迫害 不如隐姓埋名 等待实际 直到后来大人重离此案 这才到大人府上深渊哪 是 张德发 你还有什么话讲 这 这天是胡说八道啊 什么 你敢骂刘大人胡说八道 想要我打扶 让你说 让你说 打扶 好了 江不负 贤职啊 公堂之上闲话少说 是 明明请大人开恩 让我也站会儿吧 跪得膝盖都疼了 你先跪着 一会儿有话问你 小民 住头 小民 分明是个刁民 来呀 先给我加上法不容情 是 大人 大人哪 大人少民哪 大人 大人哪 紧 活该 紧 再紧 是 张王氏 明女听着呢 那张青是被何人所杀 你问我 我问谁啊 你这个张王氏 到底是谁的张王氏 张王氏就是张王氏 就是老王家的闺女 嫁到老张家 就叫张王氏呗 本官问的是 你是老张张德发的媳妇 还是小张张青的媳妇 小张啊 我爹跟他爹自幼定下的娃娃亲 那张青已死 你年纪轻轻 为何不改嫁呢 明明是个竭烈的妇人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从一而终三从四得 胡马未扬 我 公堂之上问一答三 看来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啊 小女子怕过什么呀 什么都不怕 我从小就跟着我爹杀猪赞羊 亲自动过刀子呢 是屠户出身 我爹是我爷爷也是 现在我哥和我弟还干这行呢 那一刀子下去 血喷得可远了 哗啦啦的零啊 杀过人吧 那当然了 还不都一样 人可没杀过 杀人可是犯法呢 湛王氏 本官再问你一遍 你是谁的媳妇 老张家的媳妇呀 攒起来 是 老张还是小张 小张 明媚证取的 紧 疼死了 走 后来跟了老张 偷偷摸摸的 停 快 开始是偷偷摸摸 大人也知道 小女子是个竭烈的女子 就跟她说 跟谁说 就那老老八蛋 就跟她说 你说 长久下去就算什么事啊 小的回来跟小的睡 小的不再又跟老的睡 将来弄出个孩子来 你说 怪你叫爷爷还是叫爹呀 于是你们俩就起了杀心 你个婆父 你不要胡说八道 起了杀心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呀 小女子 是个妇道人家 平时 连杀姬都不敢看呢 张王氏 本官断你杀了张青 你认识不认 小女子不认 反正你暗卷已经毁了 你就是天官大老爷爷 拿不出证据来 暗卷虽毁 但是青田县前任周之县 可留下了证据 这个周之县真是个好官啊 未查凶手 也曾发函临县 调查张德发跟张王氏的底信 并推得张王氏 你就是杀人凶手 说我杀人 何人所见 当时问状 众口一词 现场未见凶手 没有见凶手 可有车经过啊 本官亲自验查了你家那辆大棚车 大人 那车上可有血迹 案发几日之后 你们换掉了车棚上的蒙布 买的是莱庆庄的毛岚粗布 使的是王翔继的裁缝师傅 对也不对 这这这这纯手巧合 大人 这这又能说明什么 刘易 是 是 那这把刀呢 认不认得 大人 你是说 小明是用这把刀 亲自杀死了 自己的亲生儿子 张青 你是帮凶 真正的凶手 是他 是他 这这这这 爹 你怎么来了 你媳妇有话要对你讲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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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像别人口中说的 说的活神仙 我不是活神仙 是青田县前任周之县告诉了我真相 那 这个周之县啊 被逼离任之前 满腔愤懑无处发现 便在墙上写了两行字 莫说离奇 焉有誓不寻道理者 只要用心 岂难知杀人 是谁也 而且这个也字写得很大 那写的大又怎样 大就突出了案情的指向 而且说明了杀人犯是谁 一个 一字 本官了解了一下 这个周之县啊 平时专心小学 对古汉语古文字 研究造诣颇深 小学是什么呀 小孩子上的私塾 小孩子上学先念什么呀 先认字啊 对呀 说文序有云哪 拔岁入小学 宝氏教国子 先语六叔 故而古文字研究 又成小学 你要想读懂古书 就先得把古文字弄清楚 下官有些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呀 我可是越听越糊涂了 这个野字啊 依古文一样 又可指女人 女人 在综合全文来看 周之县留给我的意思就是 杀人者 为情所杀 而且 是个女子 我就是顺着这个线索 一路查下去 事已至此 真相大白 你们这儿给狗男女 还有什么话说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野子了 还古文呢 大难 将张德发张王氏押回大牢 详情令神 是 大人 大人 走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走 判 江城 莫收你的财产如数发还 王恩继 已将成为江城的明灵义子 改姓入籍 为江城养老送终 父亲在上 起来 起来 谢刘大人 谢刘大人 好啊 好啊 哎呀 小姑娘 里面去里面去啊 滚头炸了啊 都在啊 感谢感谢啊 我们大王村 全体村民啊 恭贺刘氏宗辞 修缠完工 我们呢 还要感谢刘波温大人呢 造福乡礼 赴税减半哪 有请唱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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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仙子 好啊 好啊 老汉这下有礼啊 恭喜恭喜啊 恭喜 都辛苦了 快请入席 好好好 辛苦 辛苦辛苦啊 辛苦辛苦 辛苦 恭喜 刘波温大人到 好啊 廉大人到 留单人到 留单人到 cules 感谢 行行行行 好啊 塑碗 那一票 快点 谢谢